《白话金平梅》第十八回 李平仪深夜物约西门庆 佳人哭求嫁入西门府 这一集继续讲 李平仪和西门庆在元宵节休会完之后 他大气心想嫁入西门府 在这回中我们会看到 李平仪有多蠢 我们一起看一看 他说西门离开了李贵姐 自己带着小狮黛安 去到狮子街 看到大门紧闭 知道妻妾全部都回家了 于是一放心 叫黛安敲门 看到李平仪时就在等待 看到深上人来 真是欢天喜地 立刻放下暖脸 点上烟香 就弄好酒 再弄好奸牙 一开始 他就跪下 扣头 就说今天这杯酒 只靠官人替我做过主 夫家已故 已经举目无亲 官人不要嫌弃我丑陋 我情愿急官人铺床蝶腿 还有众位良子做过姊妹 我自己是心甘的 不知官人可否 举起两只手举起杯酒 每面旅行跟西门庆说 记得李平仪有钱 可惜他早已把自己的钱抬散过去西门庆 手头上当然有钱 但最大份那份可能已去西门庆 而花纸庆那间屋 亦被西门庆通过手段骗了 现在李平仪手上有什么 有什么可以要求西门庆娶他呢 现在纯粹是港人情 每面旅行 西门庆一只手接手 一只手扶他上来说 你起床吧 既然蒙你所爱 我西门庆是铭记在心 等到你校服其满 我自然有我的主张 今天是你的好日子 生日 我们好好地喝杯酒 西门庆没有应度 是不是愿意娶李平仪的 现在只是一个推堂 而另外一边 大安就机灵了 趁着迎春送赛赶紧 立即走过来 与李平仪沟透拜仇 李平仪连忙起床还了个福 又请女孩之门安排 但大安有些酒菜 那我就 西门庆 吃完就快点回家 这个当然是跟大安说的 然后呢 李平仪交多一句 回到家 如果你在两问 即是大两问 你就不要说你爹在我这里 大安是宋明 我知道了 今晚我爹就在寄馆里面过夜 明天就会来接 接着呢 大安乖巧 起得李平仪 又上了个两钱银子 两钱 然后再跟他说 明天拿个鞋样过来 帮他做到好鞋 这个就是收买西门庆的第一麻辟友 第一被书长的档安 档安联网扣头 喝酒后就回去 这里就描述了两个重要点 第一点就是 这是李平仪第一次正式求嫁 第二点就是他收买人的手段 一样一样 钱先 对博人施以恩惠 简单又有效 档安是他收买的第一个博人 很明显 李平仪听出 这次向西门庆求嫁 情真意切 但是西门庆并没有答应 就是恒惠支持开许就算了 那算是失败了 李平仪的身家 现在都在西门庆身上 他自然就没有好奇果了 如果他要增加筹码怎样呢 原来他仍然真的可以增加筹码 感象之内 两人就没有派喝酒 气氛很好 他又对他说 你那边的房子什么时候正式收拾 你那房子 其实就是以前 花子虚 也就是李平仪的房子 李平仪的房子什么时候收拾 李平仪说的就是他家 他说的是西门庆的房子 西门庆的房子 很小心 可以说是肾小肾微 紧小肾微 西门庆似乎没有听出来什么 也都不像李平仪那么多估计 直接包了 二月开工 这边我会打通 将个花圆取齐 前面就搭个山仔 山子卷廉台花圆 后面再建了一个玩花楼 李平仪跟着就说 我还有资产 我这里有三四十斤沉香 二百斤白蜡 两罐子水银 八十斤胡椒 你明天搬去 换成银子之后 拿去盖屋子用 继续贴 西门庆 贴钱给西门庆 又接着说 如果你不嫌弃我丑陋 到家很大 对大娘说 我情愿跟梁门做个姊妹 随便做第几 爹爹我舍不得你 我发现这些称呼很有趣 每一次有求西门庆的时候 就叫他爹爹 包括代安之类 全部人都叫西门庆爹爹 所以现在一样 李平仪第二次求 我现在拿钱出来 给你建屋 你跟大娘说 这次西门庆就有小小意思 你的情愿我知道 都是等你校门 我在那边建屋的时候 也不是准备给你去住的什么 顺手 有点暗示 李平仪见他终于开口 年王就说 既然是真愿意娶奴家 到明日很大把我这个房子 蓋在五娘的旁边 我不舍得他一个好人 万家三娘也好 他两个人是很好的 赌障是一个妈妈生的 只是大娘性情不好 老是蜜蜜眼素人 很明显李平仪又不太懂看人 继续看看西门庆 你不知道 我这个绝经 即是大娘子 是好性格的 不要不太能够容许 我养那么多妻子 现在西门庆 潘金是第五房 他连大娘 五个女人 加上六个 接着又说 我那边 准备建三间房子 给你住 哇 几好 安两个角门出入 你可以不用经大门出去了 李平仪开心 心满意足 我哥哥 正合我心意 刚才叫他爹 现在转口 哥哥情郎 拿出千般 温柔相待 两人互运 到日间才睡着去 李平仪真的有钱 他又一次 很多贵重物品出来 送给他的情人 但这个女人 很容易得意忘形 西门庆刚刚答应 可以取她的角门 他就论起西门庆的其他西妾 尤其是表现出对吴月亮的不满 这个就有点蠢了 李平仪看人的眼睛 都太差了 他把金平元看作好人 把吴月亮看作坏人 到后来他会被 潘金连害到 腰腰一肆的时候 如果想起今天的话说话 会不会骂自己 真是盲 都是西门庆对自己老婆 有正确的认知 这里张族波曾经批体 他就说知妻莫若夫 西门庆对他老婆有点认识 关于房屋的布局 李平仪主动要求把自己的房屋 建在潘金连旁 这个举动后来会成为他和他的孩子的恶梦 他真的没有想到自己 选择了与恶魔相伴 这个是后话 我们继续看一夜辛苦 搞到一夜辛苦 那些内容我不跟大家说 总之他们两个是一夜辛苦 两个人正先起床 代安已经骑马来接 他说有三个穿港商人 有货物要卖给他家 月亮叫他撩你 西门庆那些正在兴头 不是太远走 李平仪劝他 你打发他之后再回来 以后日子多如柳叶 又看错人 西门庆见身忘旧 后来日子如何 我们以后再慢慢跟大家分享 说回这里我们经常说 金平梅是一本描述明朝当时社会现状的书 所以这里说出现在西门庆是如何做生意的 他生意手段真是很高明的 看下现在这里就说 这个村庆的商人 其实是没有什么选择的 他们的货 除了西门庆是没有人可以接得下吃得下的 最后相订是只付了一百两银子 那绝大部分的货款会等到八月底 之前才再付完 那现在就是一月刚刚完销 一月份去到八月 到时西门庆这批货已经卖了 然后再给这几个商人结账 换句话说这一笔上千两银子的货物 只是用了一百两的订金 可以说西门庆做手法 做生意真是很厉害 能够控制着钱银额流动 那个money flow 不需要下出大批银子 西门庆不是没有钱的 他手上有钱 但是仍然在做生意上 我们看到他的好的能力 另外也可以看到另一样 西门庆这间的生药店有规模 他出货能力 应该在清河院没有人可以跟他比 在铺回来之后 不是去了李平儿那边 就去了潘金莲那边 金莲就问他昨天去哪 他自然要说谎 他叫了档安不要告诉他 他在李平儿那边过夜 但是这样问 就是潘金莲知道 金莲就不知道 那他就说谎 我和应二哥在院吃了一晚酒 院就是忌远 今天才叫小师来接我 潘金莲立刻被我捉到你了 你当我不知道 阿档安去哪里接你了吗 在院里可以留得到你的魂吗 你还骗我 那个淫婦昨天打发走我们回来之后 装神弄鬼 晚上又叫你过去 折腾了整夜 折腾完才放你回来 你当我不知道吗 不用问了 档安这个贼仔 对他的大娘都说 你在院子 你贵家里喝酒 我不信 所以我逼他 逼到他急 他才告诉你 在狮子街 你倒是教过他了 你以为 他以为我和你的心一心一意 只是这样跟我说 西门仁确不认 我以为谁教他 事实上不是西门仁确教 是李平儿教的 但西门仁确不是我教的 不过见到隐瞒不过 把李平儿哭哭啼啼要求娶他 就告诉了潘金莲知 把财物送给他 想和你一起住 这些全部都给潘金莲知道 我问潘金莲的想法 潘金莲说 我不怕多个姊妹 巴不得她过来和老娘我做个盘 最初大娘是怎样招我尽来的 我不会妒忌我同等身份的人 又说我倒是这样想 就怕别人的心人不像我那样 你都是去问问大娘 你都是问你老婆 你都是问吴月亮 草妾事基本上是要大娘同意的 因为大娘不同意 你都在家里挺难教 潘金莲这段话就冠冕堂皇 听起来就怡良熟德 看贴又微 简直是言得宽容的好伴侣 但心怎想呢 本身潘金莲是一个躁情 这个不用问了 西门庆就暗暗地和李平儿偷情 可以接受 他明白西门庆是一个见一个爱一个 爱完就劈劈手 但如果李平儿现在已经不是满足 只是偷情 好像他那样 加入来做小潮 这个就触动到今年的主要利益 他只有愿能 只想搞黄这件事 根本不可能向他所说的话 攀着他嫁过来 没有这件事 不愿嫁进来 却还不表露出来 偏偏比唱得更好听 最后把球一脚踢给吴月亮 他知道吴月亮不会轻易答应 坏人他就不做了 等吴月亮去做 这个就是他的奸惑之处 其实潘金莲的好材都非常好 一开口机关抢 数得不停 其实不只是潘金莲不想李平儿进来 其他妻子都不高兴 就连西门庆自己本身都猶疑 最后都是那句说话 虽然是这么说 毕竟校服还不满 还不可以 李平儿就叫他跟大两港 西门庆根本没有去过 只是拿了李平儿那里 带来的一个 冥宁一些色情玩具 跟潘金莲玩起上来 李平儿那边的香蜜之类 果然珍贵 总共卖了三百八十两 记住 《狮子街》这间豪宅 只是二百五十两 还有一百八十两找 所以结果李平儿只留下一百八十两 另外那二百两 就被西门庆拿了 叫做喜怒 其实又落了西门庆的袋 我们看到李平儿真的很蠢 把自己的钱之类交给情人 二月初败 终于开工了 西门庆府上大兴土木 先拆了花架的屋 打开墙壁 起地脚 再起假山等等 一个月干净 终于等到花子去八日了 你平日快要聘请西门庆来商议 等烧了零 就请他取他过门 第三次 房子卖就卖不得了 你着人来看守住 你早点把牢取过去 随便你把牢做第几个 牢情远 服侍你铺床蝶皮 又说到雷雨雨下 这是第三次 他以为一个月之前 西门庆已经通过气了 谁知道 整个月一步都没有向前 事情依然留在原地 西门庆继续骗他 我对李大娘和潘六娘都说了 只是等房子建好你的校服满了 再娶你过来 不知道的 李平义唯有继续哭吧 既然你有娶我之心 应该早早把我房子蓋好 就娶我过去吧 他说到你家住一日 死亚禁心 散得我这女一度日如年 挂住的情郎 可怜可怜可怜 这就是张族波的批语 李平义要求价 价位越推越低 低得像陈安那样 但他见到花子虚的时候 其实他跟花子虚的时候 日子其实挺好的 不过他不真实 当时大部分财产仍然在自己手上 今天财产已经运了给他家里了 他没什么好做 现在只能求会 求价过去 没什么办法 还有些钱 搬了过去 落在大两手 在五月梁那里 就不在自己手上 这个跟另外一个 有很大分别 另外一个就是我价格的价装跟着我 仍然对自己财产有控制 但这个就笨 然后又声明 淡淡淡 你这个话 我知道了 哈哈 整个口吻就是 行行行 知道 知道 然后就 马上一声继续推了 这样吧 我烧了一铃之后 先搬去跟五梁住住室 等房子建好 先再搬去也不迟 你好好带到家里 跟五梁说 或者潘金莲说 我等你的话 第一 西门庆先问潘金莲的意见 可知可 我倒不得 两间房子给他住 但你都要问问大梁 不要等我这儿 内外都脑不着人 你不要 一会儿这边又做不到事 那边这个女人 聪明 而且 样子就扮得好像很欢喜 其实心里面怎么想 不知道 西门庆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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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到大梁房 那他正在梳头 怎么开口呢 下回分解 下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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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